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从2007-08学年开始 我们制定了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教师专业发展架构 为在职教师提供有系统的三层课程 以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现在就由教育局特殊教育支援第二组首席督学何志权先生 为大家讲解教师专业发展架构的理念和内容 我们深信要有效地推行融合教育 其中一项重要的因素 就是增强教师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专业知识 所以教育局在2007-08学年 就推出了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教师专业发展架构 为教师提供有系统的培训课程 课程分为基础、高级和专题三部分 简称为三层课程 为了要令每间学校在特殊教育这个课题上 能够汇聚一定数量的专才 我们为每间学校每层课程制定了培训目标 我们希望曾经受训的老师能够透过分享 带动学校持续的专业发展 从而推动学校以全校参与的模式 去推动融合教育 自从2007-08学年推行至今 三层课程对提升教师照顾有特殊 教育需要学生的专业能力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业家也都认同这个说法 首先学校要让前线的老师知道 在职的老师接受相关的专业培训大势所趋 加上现在每一间学校 其实有SCN的小朋友为数都不少 所以老师更加觉得 进修是有这个迫切的需要 培训最基本就是让它认识了 不同的需要的问题在哪 它的特点在哪 最基本这件事 第二 培训它会给到我们的老师知道 有什么方法可以用得着的 因为你自己去摸索 摸索完十年之后 你才开始去做就做不到的 已经浪费了很多这方面学生的成长了 但是在这个培训里面 他最多人知道 拿到其他人的经验 拿到这方面的知识 他就可以参考这些知识 和这些方法 哪些用得哪些不用得 他自己去判断 这方面是培训有用的 如果老师是教学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真的需要一些时间 就是离开一下你的工作范围 就是来到一些大学的地方 就是会安安静静的 就是真的会进修 就是军修 三层课程的设计 是为了配合教育局 采用的三层课程的设计 三层支援模式 协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基础课程的目的 是帮助教师掌握适当的 支援策略和技巧 透过优化课堂教学 处理学生较轻微的学习问题 高级课程包括核心单元 选收单元 以及让学员实践支援策略的 校本专题研习 学员也可以选择参与配属计划 到访不同的学校 以进一步了解和实践所学的知识 专题课程的目的是较为针对性的 课程会按学生的教育需要 分为认知及学习需要 行为情绪及社群发展需要 感知、沟通及肢体需要 这三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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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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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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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